这个刚失去一个孩子的女人 正苦苦哀求已婚十年的夫君 不要送他仅剩的孩子去做质子 怀而被吓得满脸泪水 只能跟着母亲跪地 皇上难过地扶起面前的这对母子 心动只能做出另外选择 他来到了废子春花的房间 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模样 当即明白春花已经知道 自己来的目的 见得放声痛哭 忍不住扶着春花的肩膀 想要给他些安慰 这时听到动静的皇子海尔 缓缓走进屋子 好奇询问母亲哭泣的理由 春花一马搂住儿子 称他要去远方 自己不能陪伴 皇上秦锋耐心地解释 海尔是皇子 需要当交换的质子 来保护天下百姓 海尔自动非懂 不愿离开母亲 可皇上为了古国江山的稳固 只能牺牲儿子 敌国很快收到了义和诏书 听到要交换皇子 换取两国三年的和平 他们非常满意 而春花作为一个母亲 就要与儿子分别 心中满是忧愁 担心她会在外受苦 于是决定让贴身压混小红 跟随她一起去 皇上在门外 听到他们的对话 愧疚着不敢走进屋 没两天 就到了离别的日子 春花抱着年仅八岁的儿子 看着他懂事的模样 根本不舍得撒手 春花见着跪地败别 哭得泣不成声 海尔紧接着 又给父皇跪下 秦锋急忙扶起 忍痛让小红带她离开 春花难过地追上前 却被秦锋紧抱住 她只能听着儿子 一声声地叫到母亲 另一边 敌国的皇子大壮 如期而至 她被安排给了春花照顾 可就因春花只是村妇身份 她被安排在皇宫的 一处偏僻院子 质子大壮 太过于思念家乡 连三幅天理 也穿着貂皮 丫鬟怕得中暑 就上前方的脱衣 谁知却引起 大壮的不满 跟随她一起的藏袄 护主心切 朝着丫鬟扑了过去 仆人都赶紧去帮忙 现场顿时慌乱一片 春花听到动静 立刻赶了过来 不料也被扑倒 她急忙命人困住藏袄 谁知这件事情刚解决 春花就听到丫鬟来报 大壮又出事了 她焦急着赶去 看大壮额头布满汗珠 立即察觉到她中暑了 于是马上命人 把大壮抱进房间 春花亲自守她旁边照顾 外面突然电闪雷鸣 刮起了大风将门推开 她缓缓走上前 轻轻关上门 然后折返回床边 没过片刻累得睡了过去 等到春花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的手被捆住 而且大壮站在不远处 饿得四处找吃的 就连瓷瓶里的药丸也没放过 春花担忧着提醒大壮 怎料她就不领情 拿起桌上的匕首 直接架在春花的脖肩 并让她闭嘴 春花着急着要大壮 赶快去喝点水稀释下 怎料话音刚落 大壮胃里一阵翻腾 片刻就晕倒在床 春花大声地呼救 娇气很快传到秦峰耳里 她急匆匆地冲进房间 生气要将大壮关起来 春花赶紧跪在地上 哀求秦峰为了孩儿 希望她能忍忍 可此刻秦峰什么都听不进去 大声命人带走大壮 春花失去唯一的念想 晚上把秦峰拒至门外 不想再见到她 秦峰放下面子劝说 大壮不是他们的孩子 只是个质子 交给大理寺馆就更好 春花红着眼眶 担心因大壮出事 而连累到她的儿子 随即提议要去敌国陪孩子 秦峰听后非常愤怒 直接扶就离开 屋里的丫鬟劝说主子 皇上很久才来一次 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僵 春花太过于思念儿子 她第二天就收拾了包袱 不顾丫鬟的劝解 执意要去寻找儿子 等她来到城外的河边 便被赶来的大臣拦下 她急忙解释了皇上的用意 是担心大壮伤了她 春花却不听 一心想要找儿子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马叫声 秦峰亲自来接春花 并答应她去照顾大壮 春花这才回去 得知大壮和自己的孩子一样 都是述出的 心里就更多了份疼心 专门照着敌国的饮食习惯 给大壮端了一桌子美食 还柔声地安慰她 空闲的时候 春花特意召见大臣 希望她能教些大壮汉字 大臣领令后 就认真地教导 起初大壮不听话 直接将纸片撕碎塞到嘴里 但最后她还是学起汉字 晚上春花给大壮 做了一床精致的毯子 然后去了大壮的房间 将小辈子送给她 随着春花一天天真心地付出 她与大壮的关系愈发轻易 白狼朝着八岁男孩 直接扑了过去 三两下就将她咬得血肉模糊 母亲撕心裂肺地吼着 但身体却无法动她 春花瞬间被惊醒 急忙询问旁边的皇上秦峰 她的儿子怎样 秦峰搂着春花的肩膀安慰 孩儿还在敌国做质子 没有生命危险 春花听后 紧张着心情才稍稍平复 白天的照顾敌国质子大壮 两人感情越来亲厚 专门给她打扮一番 让大壮跟随大臣 去庆贺太子的诞辰 更是将春花教导着礼节 在这时发挥的淋漓尽致 她的行为让秦峰非常满意 随后太子拉着大壮跑到殿外 看着奇异的发型 自己竟想也留一个 随后两人从太监手中 接过一个走马灯 由于是白天根本看不出效果 他们慌忙跑到暗处 太子得意的炫耀 看着大壮眼花缭乱 听他说敌国有趣的事 感慨自己从来没出过皇宫 眼神里瞬间充满了失望 这时太子突然灵机一动 领着大壮上到了房子的最高处 他们眺望着宫外的风景 与此同时 太监因为找不到主子 急忙将消息报告给皇上 皇宫里顿时炸开了锅 侍卫们到处寻找太子的身影 忽然大臣听到房顶传来的声音 他抬头看见太子 心中猛的一惊 随着太子刚要一动身体 却不小心脚下一滑 眼看着就要摔下去 大壮紧紧地拉着他的手 怎料他的力气太小 却仍然没有拉住 幸好侍卫们及时赶来 安全地接上太子 避免了让他受伤 寿朝堂上 有人故意想要借此 来果黑春花 太子直接站出来解释 大壮是要救自己 希望不要污蔑他 皇上自然明白 只是孩子兼得戏耍 没必要上纲上线 而且大壮与春花的关系 越来越好 于是当场决定 封了大壮为异姓王 另一边的春花见大壮 迟迟没有归来 心里非常担忧 他便一直站在门口 听到太监来报 皇上亲自送他回来 赶忙去迎接 大壮炫耀着自己表现好 因此被皇上封了王 春花听后十分欣慰 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在身边 随后春花温柔地 为大壮扇扇子 夸奖他与海尔都是好孩子 他们为了两国的和平 离开了故乡 秦峰这时也走了进来 听到春花的言论 心中非常宽慰 他们三人相处 就像幸福的一家子 然而平静的日子 还没过几天 一个宁静的夜晚 黑衣人直接闯进春花的寝宫 他们奔着大壮过去 将他扛在身上带走 任凭春花拼命地阻拦 最后大壮还是被黑衣人带走 他急忙把消息告诉秦峰 大臣根据现场留下的黑色令牌 马上就猜测是周边部落所为 他们要破坏秦峰好不容易 与敌国建立的三年盟约 秦峰眉头紧皱 让大臣秘密搜查 一定要保证质子的安危 但事与愿违 秦峰每两天就收到大壮的尸体 他命人打开棺木 吓着身子向后退 幸好被太监扶了一把 秦峰担心大壮的死 很快就会传到敌国 再加上怕春花得知后 伤心过度 于是专门让人封锁了消息 而蒙在鼓里的春花 还做了孤明灯 专门为大壮祈福 这天力非嚣张地 出现在春花的寝宫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直冲进屋内 春花连忙行礼 接着礼貌地让他入座 听立峰炫耀秦峰赏赐的礼物 特意地带给他一些 春花谢过立飞的好意 丫鬟却在此刻 递去一个墓盒 他打开后发现 里面竟是大壮贴身带的狼牙 春花瞬间惊呆 他缓缓起身 根本没再听立飞在说什么 随即春花找着秦峰 红着眼眶说道 想要送大壮的官国去敌国 秦峰却不同意 担心春花母子的安危 不愿他就冒险 春花太过于想念皇二 忧心他的安全 眼泪大刻的滑落 压低身体哀求秦峰 希望他能成全自己 秦峰听着春花的哭诉 他实在无法拒绝 只能默认 春花得到秦峰同意后 就开始整理包袱 随后来着大壮的棺墓前 侍卫们联盟打开 他看了一眼 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 悲伤的命丫鬟 将大壮的衣物换成新的 在日落时分启程 秦峰牵着春花的手 把他送到宫门口 眼神充满不舍 春花承诺 一定会将孩儿带回 让他等着自己 秦峰听后感动不已 可有碍于众人都在 只好提醒春花 及时到了 然后把他扶上马车 很快敌国太后 就收到孙儿死去的消息 并且遗体已经送在路上 他眼含热泪 心里悲痛万分 想着孙儿只是做质子才一年 竟传来这样的噩号 太后不打算 轻易放过春花 决定让他有来无回 经过数月的跋涉 春花终于来到敌国境内 他走进太后的营帐 还未开口解释 太后立刻挑明 他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见他的儿子海尔 春花强忍心中的悲痛反驳 大壮士有心之人害死 皇上已经取了他的首级报仇 希望太后能遵守质子之约 归还海尔回国 太后听后更加愤怒 觉得春花没有保护好孙儿 现在还想要回自己的孩子 根本就不可能 春花让人递去孔明灯 上面是大壮的笔记 他希望两国建立永世邦交 就在这时 大壮的父亲 看着孩子的尸体 难掩心中愤怒 他举起大刀 直冲着春花过去 幸好他躲避及时 才没被砍到 太后大火的阻止 称大壮并不是春花杀的 而且在作为质子时 都是他照顾的 太后紧接着继续说道 即使让他们偿还 也是在战场上 而不是杀害一个妇孺 然后命人领着春花 去见他的孩子 春花连忙表示了谢意 随即跟着侍卫出门 听他的口音 便知他们是同乡 殊不知在春花离开后 太后告诉自己的儿子 春花母子留在这里 谷国的皇上 根本不可能赢他们 要他以大局为重 春花已经一年没见儿子 看着他此刻出现在眼前 生怕是一场梦 紧紧地抱着他 然后仔细地端向着皇儿 并承诺会带他一起回家 旁边的丫鬟小红 看在眼里都十分动容 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晚上春花将孩子哄睡 感谢小红一年来 对儿子的照顾 小红淡淡一笑 称姐姐的孩子便是自己的 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借着担忧的询问 敌国致死已经死了 他们必定会与谷国开战 不知姐姐为何要来 春花解释孩子在这儿 他自然就要陪着 小红担心姐姐 根本劝不了敌国太后 春花继续解释 他想成为儿子的依靠 不忍心他俩一直担惊受怕 而且春花对秦峰充满希望 知道他一定能击败敌国 带他们母子回家 没过几天 两国就开战了 敌国并没占什么优势 他们地处在外 又直冬季大雪纷飞 士兵们都异常艰难 敌国将领就拿着 幼小的俘虏出击 春花见状急忙冲上前制止 然后据礼力争 劝说敌国将领 希望他能高抬贵手 毕竟每个人都有家人 只料将领却不理会 以春花扰乱军心为由 要将他拉出去斩首 幸好有其中一个侍卫求情 才救下了他们的性命 春花被带进营帐 还未开口说话 太后就责备他 故意扰乱军心 随即命人将他们带下去 严加看守 晚上春花想要给秦峰送信 期望他能御驾亲征 转头深深地望了儿子一眼 他缓缓坐在桌前 开始书写信件 白天春花趁着照顾商员 缓缓走向认识的侍卫 借着和他说话的机会 把书信传递出去 谁知早已被藏在营帐旁的公主看到 因此到第二天 侍卫只能失望地告诉春花 信件并未送出 春花听后心里非常失落 可以无能为力 满心期望着秦峰能早日御驾亲征 他带着皇二 跟随着敌国军队 在一处偏僻的地方扎营 听到海尔询问何时能回家 春花温柔地解释 他的父皇肯定会来救他 接着他们下了马车 海尔跟着小红去接水 而春花则站在马车前整理包袱 他丝毫没注意到 周围已经布满侍卫 一只飞舰冲向敌国侍卫 随即场面一片混乱 春花从领头的侍卫口中得知 秦峰已经御驾亲征 并专门派将领过来营救他们母子 但海尔却还被控制着 听他喊喊喊 春花心痛不已 大吼着让谷国将士离开 他要留下来陪孩子 说完之后 头也不回 又跑到儿子身边 随着战事的吃紧 敌国节节败退 为了换回自家大将军的遗体 太后决定先放着春花 他被人拴在绳子上拉出来 春花却拼尽全力拒绝 他想要陪着儿子 迎接着大臣 直接将他背回城 看着虚弱的春花 秦峰急忙道歉 紧握他的手承诺 一定会救下皇儿 春花听后才放心 下一秒就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 太后专门为海尔准备美食 还哄骗他 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母妃和父皇 海尔开心不已 听话地跟着侍卫出去 不要却被架在阵前 绑在高高的木架上 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盆 谷国将士看到自家的皇子 马上停止了进宫 皇上救我 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喊声 秦峰悲痛不已 根本无心不振 造成谷国劫迹败退 眼看着敌国兵临城下 秦峰只能忍痛做出决断 命令弓箭手放箭 局势很快发生变化 敌国带着质子退兵 当晚海尔就发起了高烧 嘴里不停说胡话 就在这时 一名侍卫冲了进去 小红得知 他竟是谷国曾经的大将军 便放心地把皇子交给他 于是一行人冒着风雪前行 经过好几个时辰的路程 终于安全到了城楼下 小红掀开帘子 称皇子归来 守城的侍卫连忙打开城门 秦峰急忙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春花 见他连个外山都没来得及批 立刻冲进海尔的房间 春花紧紧抱住儿子 换着他的名字 海尔却没一丝反应 身体不断地颤抖 旁边的小红红着眼眶解释 自从昨晚发烧 皇子就一直这样 任凭呼唤都没反应 春花担忧地看着儿子 紧张地安慰他 泪水忍不住地落下 随即用力搂着他 温柔地安抚着 一个也不舍地松手 到了晚上 春花拉着孩子的手 看着缓缓睁开眼 赶紧喊着海尔的名字 却听到他说话 春花四心裂肺地疼 连忙回答再也不会了 春花听后紧紧地抱起儿子 让小红快去找太医 然后轻柔地给他哼着儿歌 但没过片刻 他就觉察到孩子身体逐渐变凉 春花泪水如瀑布般落下 他顿时失去了灵魂 鸡血地唱着歌 轻拍着孩子 根本不肯撒手 秦峰得到消息 立刻赶了过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 下楼梯时 差点昏厥 幸好被人辅助 收两国达成盟约 春花坐在马车上 失魂落魄地抱着海尔的骨灰 后悔当初 自己应该坚持不让黄儿成为质子 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欢迎八两 下集更精彩 下集完